HELLO 各位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玛丽恩姐 西元1950年 也就是罗斯威尔飞碟坠毁后的第三年 此时UFO及外星人 几乎可以说是茶余饭后最佳的聊天话题 这天一个名叫洛瑟阿拉莫斯的实验室里 有三位科学家正在享用他们的美味午餐 其中一个人起了一个话题 他说到最近连漫画都开始在画外星人了 另一个人负荷到真的外星人越来越红了 但你们有想过一个问题吗 如果外星人真的存在 那么人类观察到他们的几率有多高呢 其中一个人拿起纸笔算了一下 然后说到几率不高 顶多也就是百万分之一吧 但另一个人却说到 不你错了 人类可以观察到外星人的几率应该高达十分之一 因为光是在银河系里就有2500亿颗恒星 按照比例原则 其中十亿颗恒星的周围可能存在 类敌行星 就算生命出现的几率再怎么低 也至少有万分之一 也就是十万颗以上的行星可能存在着生命 这位科学家的话才刚说完 现场马上陷入了一片激进 因为就在刚刚他们发现了一个世纪大悖论 此时他们不断在思考 如果银河系存在生命的几率那么高 那么为什么人类还没有找到外星人呢 这就是著名的费米悖论 但现在这个悖论已经快要不悖了 毕竟美国才刚刚承认天空有大量不明的飞行物体 而这又延伸出了另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宇宙真的存在其他生命 那么他们长的会是什么样子呢 是像传说说的那样 有着一颗大头四肢纤细吗 答案是不止这样 根据多份机密资料显示 外星人的种类出奇的多 而且每种种类的外星人 都有着不一样的天性及能力 最重要的是 有些外星人的长相 竟然还跟人类一样 而现在在看影片的你 很有可能也是外星人 在影片的最后 玛琳姐会教大家如何检测哦 在今天的影片开始之前 再请大家动动你的小手 按下玛琳姐频道的订阅按钮 并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任何玛琳姐的影片 今天就来跟大家揭秘 宇宙里的外星种族 大约在9年多前 日本的畅销书排行榜单上 忽然杀出了一匹黑马 原来一名自称是天狼星转世的外星人 出版了一本名为 我们都是外星人的书籍 书中不仅提到 人类真的是外星人设计的生命以外 甚至还大胆提出 目前有很多的外星灵体 以转世的方式来到了地球上 而这一切都要从创世纪开始说起 在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个神秘的存有 在无限的过去及未来 这个存有一直在沉思 然后有天 它忽然睁开了双眼 接着一场无法以言语来形容的创造开始了 这就是我们宇宙最初形成的开端 在这伟大工程的最后 神秘的存有以思想创造了生命 并提取自己部分的意识 注入到这些生命体里 好经由它们去体验它创造的世界 然后大约在40亿年前 其中一批有着与人类外观 极为相似的人族生命体 来到了银河系 并定居在天晴座 成为了银河系里的第一批智慧生命 它们的生命结构主要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肉眼可见的物质躯体 一个是注入到躯体内的能量意识 这个意识就是我们常说的灵魂 所以在生命的本质上 天晴星人属于能量界转物质界的生命体 它们的心地非常善良 没有竞争及战争的概念 每天都在思考该如何以不同的形式体验生命 却不知道就在它们天真思考 生命真谛的同一时间 一个来自旧世界的邪恶双眼 早已将它们列为了囊中物 根据为数不多的资料显示 虽然天晴星人是造物组早期创造的生命体 但却不是宇宙里唯一的生命形式 事实上宇宙中还存在一个非常神秘的 透明族 它们存在的时间比天晴星人还要悠久 但它们却不曾使用过物质躯体 而是一个由纯粹的全意识联系在一起的超灵 它们很少会来到物质世界 而当它们真的出现在物质世界时 还可以隐隐约约看到银丝线般的轮廓 虽然它们不曾透过物质躯体体验世界 但它们却很好奇 如果有一个载具 可以适应宇宙中所有星球的气候环境 那么这幅载具看到的世界 又会有什么不一样呢 于是带着这个疑问 透明族找上了银河系第六次元里的天狼星人 希望藉由天狼星人掌握的科技 创造一个可以适应整个宇宙的超级载具 而它们之所以会选择天狼星人 来创造超级载具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它们是银河系里科技最发达的物种 天狼星人居住在位于地球8.6光年远的地方 它们非常的聪明 从很久以前就已经掌握了跨次元旅行的能力 它们去过很多的地方 对宇宙各个角落了如指掌 于是掌握通路的天狼星人 开始做起了运输生意 除了运输生意以外 它们也会贩卖军火 以及提供各类的科技服务 这其中就包含了星星上的生命制造 其实就连我们人类 及地球上许多的生命体 也都是天狼星人参与创造的物种 当然那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了 先回到刚刚 接下透明族单子的天狼星人 在经过几次的研发以后 果然不负所托 制造了一个可以适应整个宇宙的生命体 爬虫族 但它们不知道的是 科技有的时候是一把双面刃 在完美的表象下 很有可能隐藏着一颗贪婪的灵魂 在接下透明族人单子以后 天狼星人并以天晴星人基因为主 爬虫动物基因为辅 创造了爬虫族 而为了要让它们更有动力 去体验宇宙 天狼星人还在爬虫族的基因里面 添加了喜欢尝试挑战的基因 当爬虫族诞生的那刻 天狼星人非常的自豪 却不知道正是因为爬虫族 拥有喜欢挑战的基因 导致它们喜好争斗 很快的 爬虫族发展了一套阶级制度 其中拥有翅膀的爬虫人为领导阶层 拥有绝对的权利 可以统治整个爬虫族 但身心好斗的爬虫族领导者 并不甘心自己只是领导了爬虫一族 他认为拥有宇宙最强基因的爬虫族 理应成为整个宇宙的支配者 于是爬虫族开始在宇宙里 发起了大大小小的战争 然后有天 爬虫族的远征军来到了银河系 攻打了曾经给予自己生命的天晴星人 由于天晴星人的DNA里面 不曾植入过战争的概念 因此它们没有任何的武力装备 于是这场战争一开打 爬虫族很快的就取得了胜利 而幸存的天晴星人只能选择逃到银河系里 其他的星球生存 当时其中一支逃离队伍就选定了太阳系里的火星 即一颗现在已经不存在的X行星 作为第二家园 因为这两颗行星是当时太阳系里 为二有海洋及大气层的星球 自然也就成为了天晴星人殖民的首选 不过虽然这两颗星球都具有孕育生命的条件 但火星的气候却相对温暖 狂无资源也比较丰富 这样的条件看在另一颗星球居民的眼里 非常的眼红 因此没有多久 一场史诗级别的太阳系战争即将开打 自从上次攻打天晴星人 取得巨大的胜利以后 爬虫人的优越感越来越高了 但他们还是不能满足 毕竟还是有很多的天晴星人 逃散到了银河系各地 此刻爬虫族最重要的任务 便是要将所有的幸存者斩草除根 然后他们注意到了太阳系里的幸存者 他们正在攻击彼此 因此看准时机的爬虫人也来到了太阳系 不过此时居住在太阳系里的天晴星人 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天真无邪的种族 他们发展出了强大的防御系统 所以想要攻下这两颗星球 不是件简单的事 但爬虫族更不是省油的灯 他们以先进的凿空技术 凿空了一颗彗星 并将它改造成了星际航空母舰 进攻太阳系 但后来却因为错估了木星的引力 最终直接撞上了X星星 当时这撞击力道之大 造成了X星星瞬间裂成了两半 其中一半成为了地球 另一半则是完全碎裂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地球上的天文学家 会在木星及火星间 会看到一群小行星带的真正原因 其实不只是小行星带的来历 曾经困惑天文学家 西元1969年阿波罗12号的登月任务中 就曾经为了要了解月球的地质结构 因此故意让阿波罗12号 在月球高空以登月舱载运火箭 撞击月球 没想到这一撞 月球的地震仪 竟然侦测到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震动 当数据传回地球的那一刻 所有的研究人员都非常的震惊 因为这种震动模式 显示了月球不是实心的 但这怎么可能呢 因此华纳冯布朗博士立刻决定 将在阿波罗13号的登月任务中 以更大更重的载运火箭 二次撞击月球 没想到这第二次的实验 竟然测得了三小时以上的震动 直到今天 这项数据仍是困扰很多的学者 因为除了月球是空星的结论以外 他们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合理的解释 重点是自然形成的星体 不可能会是空星的 难不成就连月球也是爬虫人制造的星体吗 而如果月球真的是爬虫人制造的航空母舰 会不会他们就住在月球里面呢 自从爬虫族以凿空技术伪装成彗星 攻击太阳系以后 银河系各地的幸存者们 也开始接二连三的受到他们的攻击 为了要更好抵御爬虫族 幸存者开始在猎户座上成立银河联盟 结合众人的力量一起抵抗他们 果然自从银河联盟成立以后 的确减缓了爬虫族的攻击 而随着时间的过去 爬虫族的内部也分裂成多个派系 一些派系开始展现了向善的一面 他们不再支持侵略其他种族 因此独立了出来 有的时候甚至还会参与银河系建设工作 据说后来地球上的人类 就是在与部分爬虫族的合作共同创造的 值得注意的是 自从天晴星人离开天晴座以后 他们的外观就开始会依据不同星球的环境 而变得不一样了 因此我们才会看到很多种不同外形的外星人 下一集 玛丽姐将会带大家一次了解完 地球上最常看到的几种外星人 最重要的是 根据一些外星人的说法 目前地球上有高达87%以上的人类 都是外星人转世而来的 也就是说现在在看影片的你 或者是你身边的他 很有可能就是来自银河系深处的外星人 而是连你或他是不是外星人的唯一方法 就是要记得订阅玛丽姐的频道 以及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集影片见 大家拜拜